开始前占用大家几秒 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么多人肯充电 实在是大大的超过了我预期 不怕大家笑话 我的预期是能有十几个就知足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上一期讲到 楼上的众人突然来到楼下的房间里 划骨手持尖锐的骨头直刺尾的额头 但这看似极其危险的一击 却因为骨头上满是口水 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并且笨儿子欲斗的表现 正如蓝子之前所预料到的 他真的认识话虎 但他的注意力没有在笨儿子身上 被伤到的尾 抛出了枪 举枪的尾是为了自保 他不知道对方是谁 并且对他的事 或者他的目的是毫无兴趣 你就站在那别动 我也马上会走 还有放了卡尔 否则 我可不能保障你的人身安全 一旁的蓝子看着是很着急啊 蠢才 快点开枪啊 玉斗见这个小子掏出了枪 他也很急 华谷还是一直不说话 急得他大叫 你之前说没问题的 那个什么警察隐瞒制度 好像也不行了 华谷没有管大呼小叫的玉斗 此时的他十分的恼火 因为自己竟然被人用枪指正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退反进 不断地给尾施压 不能原谅 就算全世界的人不断地尽力地安抚 安抚再安抚我 也不能原谅你 我要把你体内的关节 一个一个地往反方向折断 从小指开始逐一折断 来 开枪啊 你有杀过人吗 有能力杀我吗 有能力杀人吗 像你这样的家伙 不得不说 华谷看人很准 尾的枪口 开始轻微地颤抖 一旁的篮子看得是很透彻 华谷这家伙 不会也没带武器吧 事实的 他出声询问 你是世皇者的同伴吧 原来当初在废坑时 作为人主的篮子 他记得尾 那时 他是跟在世皇者身旁的人 并且在那场比赛之后 世皇者再次成为赌狼的会员 即是说 当时和左天国对战的会员 就是这小子 想到这 他开始嘲讽华谷 轻举妄动 反而被人拿枪指着 真丢脸 华谷 我们是另有目的的 并且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可是赌狼的会员 说着 篮子随手从凯尔的衣兜里 拿出块手帕 心想 这两个家伙还挺细心的嘛 而接下来的话 就有意思了 华谷你知道吗 你眼前的这位 可是废弃大厦恶魔罗敦 还有冷酷赌徒 世皇者的幕后操纵者 他是令人吃惊的大人物啊 华谷不可知心的大叫 开什么玩笑 这个孱弱的小鬼 篮子说 那又如何 看起来的确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给人与这种错觉 正是他的可怕之处 虽然他看起来很笨 但是为了胜利 甚至会随便的做出 用机关枪向恐怖分子射击的蠢事 不得不说啊 蓝子的话的确是事实 但是总觉得是不对味呢 蓝子看起来对伪是不怎么感兴趣 但是这个假主持人卡尔 他是不会放过的 听到说这是个假主持人 遇到又是一阵气急败坏的大叫 他大骂笨尾这个混蛋竟敢戏弄自己 这时蓝子发现 手帕里有变签 而且手帕上的号码是二号夜行 边签上只有简单的两句话 如果向他们使用暴力导致他们死亡 我会将此行为视为与我为敌 赌狼二号主持人夜行非古一 想起来了 蓝子立刻想起来当初夜行在废坑战斗时的身影 尤其是摘下另一位主持人耳朵时的场景 哈 安马蓝子真的是与众不同 有了夜行的留言 蓝子是态度大变 他首先留下了卡尔的一命 然后上前劝解为让其冷静 刚刚不过是那个男人擅自采取的行动 他解释道 其实我们是来这里向你做出一个提议的 这对你来说也是件好事 你们两个现在再比试一场 为这时才想起自己听过这个声音 当初在废坑人主之中 就是这个女人拿出了最多的钱 但即便是这样 让自己再比一场 尾还是拒绝 自己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但蓝子也不气愣 反问道 你得到了笨儿子的杀神证据了吗 问一下 你想用他们做什么 你这么大费周章 甚至安排假主持人 究竟有什么意图 经过了内心的挣扎 尾选择实话实说 因为警察的隐瞒罪行制度 自己很可能会为这家伙顶罪 但更重要的是 他要让这家伙去赎罪 傻儿子此时气得是轻轻暴起 他在咒骂 笨尾 你竟敢戏耍我 而知道了尾的目的 那事情就简单了 蓝子问道 你从这个笨儿子手里夺走的假牙 那东西真的可以作为证据吗 这时一旁被松开的卡尔 终于有机会说话了 没错啊 我的朋友 那位女士说的对 牙齿这种东西 本来就不能做准确的DNA鉴定 并且他们保存的状态还那么的糟 只有三颗多年前的牙齿 恐怕是无法判断是谁的 而且事件现场的体液DNA 很可能也被天真一方所更改 所以假牙上的唾液也是没用的 听完解释后 为时代理当场 怎么会这样 可让伟和玉斗都没想到的是 那盒耳朵被拿了上来 这里有完整状态的证据 而且上面还清晰地印上了 杀子的指纹 这是把那家后和杀人案 联系起来的证据 现在 请你们以他作为赌注比赛吧 你赢了 便可以用他们判羽山玉斗死刑 输了的话 一切都将会被埋葬在这黑暗之中 输完篮子看向划骨 如何 这样也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事 实际上 他们两个都很清楚 就算是笨儿子赢了 羽山完蛋一事 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可那个笨儿子却不满意 他大喊大叫道 别闹 别开玩笑 从刚刚你们就开始自说自话 还有你划骨 为什么你会拿着那些耳朵 你给我解释清楚啊 秃头 你们这些家伙 把我当成了什么人 当他怒骂兰子是臭婆娘时 安把兰子是一副 鄙视 贤亲的模样 随后扭过头 不再看他 划骨是连忙上前 搭着肩骨货道 大家 别误会 我划骨可以对天地神明发誓 我可是大将的朋友 只是想将那些耳朵送给大将做礼物 放心 不用担心任何事 事情很简单 赢了不就行了吗 这对大将来说 很简单的吧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大将是首领头目 或是孩子头的意思 还有就是 十分亲密的称呼 你也可以理解为 你这家伙 或是老兄 时间回到多年前 在酒吧里 一个人走上前 和独自喝闷酒的玉酒攀谈 当听对方说 你怎么喝也喝不醉时 玉斗是破防大怒 你是谁 这里已经被包场了 现在这里是我的店 谁准你进来的 是划骨 刚一见面 他就热情地称呼 玉斗为大将 大将 这样并不稀罕 就算是大将这样的人物 就算是拥有坚强精神的顽强战士 偶尔也会犯错的 这个家伙 这话里有话呀 心虚的玉斗是态度大变 划骨接着说 外边的那辆车 是大将的吧 那辆沾上血痕的车 可不能就那么放人不管呢 只要有人窥探下车子里 一下子就能发现 那辆车 曾载过尸体 被发现了 玉斗紧张的是满头大汗 并结结巴巴地解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车 哪知道滑骨却友好的说 请放心 我滑骨是大将的朋友 我会耐心地等待大将信任我 首先 我已经处理了那辆车 还有啊 为了以防万一 可以用钱来隐瞒罪行 我有个朋友刚好从事这种工作 好像叫密葬科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着各种工作 总之 请听我详细解释 在解释一番后 玉斗像是打开了新的大门 那种事可以用钱办的到吗 滑骨也不再隐瞒 不愧是大将 理解得真快 坦白说 我也是为了大将的钱 才接近你的 因为我看到了大将的脸 然后便觉得这个人和我一样 是与世间的不合理事情战斗的 孤傲的战士 于是我滑骨决定帮大将一把 首先 今后必须采取不会变成这样的形式方式 请放心大将 对大将来说很简单的 看 因为赢了就行 赢了就行了大将 滑骨的蛊惑是一如当年 对了 在滑骨的回忆中有个小细节 负责吃鸡的胖子 当年是很瘦的 还有就是 我是在这里才明白了 这个密葬科名字的含义 总之 滑骨的这些话是奏效了 见笨儿子燃起了斗志 滑骨发出怪笑 并且他也注意到 胖子还没有吃完几块 气得他下最后通牒 再给你一分钟 我会好好计时的 现场的几个人都没有在意那两个吵闹的家伙 遇到是一脸阴沉的看着尾 干吧 反正刚刚我陪你玩了个规则古怪的扑克了 现在要由我来建议比赛方式 假如你有勇气以古怪扑克以外的方式比赛的话 蓝子也说 这样的条件应该能接受吧 毕竟那是合理的规则嘛 为止能答应 但也调侃到 你想用什么方式来比赛呢笨儿子 玉斗是猛的起身 那种方式在这儿是办不到的 他要求所有人跟他走 出了大宅 在玉斗的带领下 经过了一段黑暗的小路后 众人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别馆前 但当滑骨想要开门时 玉斗叫住了他 滑骨有些疑惑 难道大家你忘了什么东西吗 原来这一栋别馆他有安保系统 玉斗不记得自己是否已经解除 要是没有解除的话 这么开门是会报警的 随后警卫公司的人就会上门 哪知道滑骨他并不在意 因为好像解除了 你看 门开了 唯此时是心绪万千 虽然不想 但形势比人强 自己只能玩下去 万幸四周并非全是敌人 身后的鞍马通过他与滑骨的对话 虽然不能说是同伙吧 但至少不是敌人 自己和笨儿子之间的比赛 应该是个人的愿望 勉强要说的话 这场比赛在某种程度上 制止了滑骨和笨儿子的失控 正想着 众人发现了里面的布置 小的有皮鞭 手铐 脚镣 钳子 大的有铁处女和断头台 并且在屋子的正中央 有一块白布掩盖的器具 玉斗士走上前 一把将它掀开 笨尾 用这个来决胜负吧 是头牛 知道内情的滑骨是笑而不语 屈于众人满是好奇 唯有卡尔 他是一脸的震惊 你竟然造了这种东西 实在是疯狂 那东西叫法勒里斯的吼叫熊牛 遇到没想到 这几个人里竟然有识货的 卡尔说 如果这头青铜制的牛和我所知的是一样的话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公元前六世纪 西西里亚国王 法勒里斯命令艺术家制作的考问道具 青铜制的牛是中空的 可以放进去一个人 把人放进去后 然后下边生活 显而易见 里面的人会被烧焦 会经历地狱般的痛苦 然后死亡 里面有条连接牛嘴的黄虫管子 热得呼吸困难的牺牲者的哀嚎声 会随着气息一起从那里传出来 穿过管子的声音会从熊牛的口部吐出来 像是铜管乐器一般 熊牛震动巨大的身躯 发出怒吼 仿佛代替痛苦的被焚烧的 人类所发出的求救声 虽然不确定 但据说 这是会在晚宴等场合使用的 人肉烧焦的味道 也会用草本植物等香料来消除 突然玉斗说 喂 先告诉你一件事 反正我输了就会死刑 但你就算是输了 也不过是无法拿到证据 和可能会成为这宗杀人事件的犯人 那种事我不能接受 所以进行死亡游戏 在这熊牛中被燃烧吧 不同于遇到的疯狂 我也有点绷不住 烤牛 为什么 不对 烤牛并不重要 问题是 为什么要把人放进去啊 那不就成了烤人了吗 为什么人会想出这种事 不可以的吧 做这种事 黑黑傻笑的韦觉得 一定会有人提出异议 就比如身旁的这位 而兰子也的确发声 但他却是在夸赞 不愧是韦啊 那无谓的笑容让人充满干劲 以及接受挑战的感觉 不愧是被释黄者 另眼相看的男人 装疯卖傻 是在想着究竟会在怎样的游戏中 使用这头铜牛吧 你是不是非常期待啊 安马兰子 打得一手好助攻 笨儿子为了照顾笨伟 决定用最简单的规则 在这里玩最标准的游戏 他平时就是和那些 恬不知耻来要钱 债台高筑的债务人玩 自愿性的生死互博的游戏 规则是非常的公平 首先他询问 你们当中 谁戴着附带计时器功能的手表了 兰子里奥没有开口 华谷说自己刚好戴着 但伪他十分的警觉 先一步掏出了手表 切过后 遇到很鄙视 哼 廉价的手表 算了 就用它吧 接下来他开始说明游戏规则 所有玩家都使用这一块手表 在决定顺序后 示意开始并按动手表的计时器 在自己喜欢的时间示意并停止 示意呢 是为了正确的告知对方 开始和停止的时间 虽然这手表好像会发出按键声 但比赛期间仍然会派人站在后面检查 按停后 另一个人说出自己预测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是猜时间比赛 例如 正确的时间是20秒 玩家的答案却是15秒 这时候就有了5秒的误差 这个误差是要累积起来的 记住 不管是大于还是小于正确时间 都叫误差 都要累积起来 然后是轮到下一个人 但第二轮的设定正确时间 必须多于第一轮20秒 而且这个游戏是有时间上限的 基本的上限时间是10分钟 第二轮的上限是第一轮 正确的时间加上10分钟 并以此类推 假设在第一回合结束后 一共出现了15秒的误差 那么这15秒的执行权将交由时间误差最少的玩家获得 如果它不满足于这15秒 可以把这15秒累积到下一回合 误差时间相同的话 也可以一样累积下去 累积的误差时间的执行权 在回合结束后 由所有回合中误差时间最少的玩家获得 听玉斗说了这么多 这规则有点多有点绕 伪在快速的记忆并思考 而玉斗则接着说 折磨对手是没问题的 但想要一次决胜负 就必须累积出更多的时间 虽然误差时间的执行权 会由到那时为止误差最少的玩家获得 但如果能准确误差出正确时间的话 该名玩家将会获得火烧对手的执行权 如果出现两人准确无误都答中的话 将继续下一回合 到这儿 你应该明白了吧 本伪 书的一方会按照描述在那灼热的铜牛中 进行炙热的演奏 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本伪 演奏出动听的声音吧 韦是愤怒到了极致 这个家伙这么熟练 他究竟过的是怎样的人生 他究竟用这铜牛烧死了多少人呢 这时蓝子发话了 自己对游戏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在开始前有话要说 首先 华谷和我们会保护双方 在可以互相认同的情况下进行游戏 但这基本上是你们的比赛 我们是不会干涉的旁观者 就像主持人一样 你们在开始前有什么想说的就赶紧说 还有 为了避免游戏期间有人遇上 无谓的麻烦或是事情不顺心 而企图使用暴力解决 需要将这里所有人的手枪以及其他的武器 全部封印 玩家的手机和其他可能用来作弊的道具 全部都要没收 接下来 胖子负责检查委 有手枪 有望远镜 还有这东西 这是枪上的激光瞄准器 华谷嘲笑道 你以为你是特种部队吗 装模作样 他吩咐胖子 把手枪和手机收走就行 欠这两个家伙对流程也这么的熟悉 伟知道 你们以前一定也主持过这里进行的肮脏比赛吧 就是输也不会有人自愿走进那头牛 是你强行把他们塞进去的吧 玉斗那家伙是无可救药的腐败之徒 但你 你是比他更不如的人渣 伟的要求是 我赢了 你就要和玉斗一起的逃离这儿 然后一曲去自首 伟的话在华谷看来 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 本来呢 自己已经洗心革面改变了想法 说真的 每次啊 其实都很厌烦的 但今天 无论如何 都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想看到你那被烧焦的尸体 这时候 另一边对玉斗的检查已经完毕 并且 玉斗也和尾一样 不止死活的挑衅的篮子 从刚刚开始你就一直的无视我 反正你就是父亲的女人或是什么的 不管是什么 胆敢戏弄我就是重罪 待会儿 你要用你的身体来偿还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篮子和这个人渣说话 是和华谷一样的话 赢了 随你喜欢 就这样 所有人身体检查完毕 所持的手枪之类的东西 也已经被李奥分解的无法使用 为随后要求检查室内 要调查下 有没有用来计算时间的机关 在为检查时 篮子有些好奇地问卡尔 你不用一起去吗 卡尔有些懵逼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调查吗 篮子接下来的话 让他是胆战心惊 当然可以 因为你也要一起参加的呀 听到他们对话的笨儿子 这时才想起来 还有这么个骗子 一起加进来 我要将你们一并解决 篮子威胁道 自己不想随便地杀死你 但如果你不玩 我也不会再让步 就这样 生无可恋的卡尔 只能也加入游戏 在另一头 铜牛下的火焰被点燃 一切准备已经就绪 篮子提出 由于伟是第一次玩 所以为了公平己见 将由他来决定游戏顺序 伟的安排是 玉斗对卡尔 卡尔对自己 自己对玉斗 再次地说下规则后 游戏开始 第一回合 玉斗即时 卡尔才 李奥站在玉斗的身后 卡尔在一下下地扯着 胡须心中在莫属 伟则是一脸的紧张 这场游戏 作为主办方的玉斗 自然是信心十足 但是 现在场上三个人 自己和卡尔一起的话 形势是对我们有利的 因为这两个人 在事前为了骗局 曾互相设下了数字暗号 换而言之 韦可以达中 卡尔计算的时间 只要自己永远掌握 误差时间的执行权 迟早就会出现胜利的机会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度过 仓库里是一片寂静 不同于冷静的玉斗 韦他有些慌恶 这个家伙 难道是在思考到自己时的事吗 而此时的卡尔是满头大汉 他的胡子都要揪掉了 伟精觉 难道他一开始 便打算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故事内容了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